透过教育绘本 让孩子们也能够体会生命的价值 针对死亡这个课题 让孩子及早接触真的合适吗 从医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可行的 让孩子了解后更会明白生命的可贵 由于自己父亲过世 抗议会明白这是人生必须面对的课题 所以要爱护自己好好活着 因此听了医师的建议 让孩子参与西藏生死术的读书会 自己先做起之后 家长自己做起之后 那你的对生死的态度 会影响到孩子对生死的态度 所以我开始带着孩子来 有时间的话就带着他一起来听 那我发现在他身上也看到 他对生死的那种贪婪 因为这是人生必经的一个过程 那慢慢的之后 在上次很感动的一件事 是因为医师讲一系列的绘本 那从绘本里面去 故事里面去带出来 让我学到一件事 很深刻是 你知道怎么会死 所以你知道怎么好好活着 那从绘本里面 我知道说原来 我母亲在带孩子的方式 我开始可以打开我的心 让孩子去好好的 怎么去跟我的母亲相处 这是他们的回忆 这也是绘本带给我 就我发现他不是在教我们生死而已 他也在教我们 不是教我们怎么死亡 也在教我们怎么活着 怎么 所谓有一句话叫做爱要即死 那你要看他吗 你会把他压死吗 我会 那你看到动物 所以我在路上看到动物 他如果被车子压死 你会感觉像是这么多 难过 为什么会难过 因为他是生命 家长可以不必忌讳 与孩子谈到死亡 在孩子的心灵 种下善的种子 不仅学会爱惜其他生命 更懂得爱惜自己 十方新闻里面 汉水建议高雄采访报道 制造 想会 优 Olga 跟 他 在 怎么 得